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間到8點11分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聽見的千禧年代 早安各位觀眾聽眾 我是蕭樂文 關於施政報告 早前提及跟本地勞工相關的措施 其中一项是改革再培训局 看到在去年的司令报告 已说是全面检讨官员再培训局的工作 整个工作已完成 改革再培训局提升角色和定位 由为基层劳工提供就业维本的培训 再提升到整体劳动人口提供技能维本的培训科程和策略 其实在定位上有什么不同呢 这方面的转变 除此之外都说改革的即时措施 包括从明年初开始 不再设一个学历上限 以全民培训为目标 增加最少15000个年度总学额 加强与高等院校和龙头企业等等的合作 加强职液规划和职业配对等等的服务 具体来说有些改革都分两个阶段会去做 短期会怎样做 中长期又会怎样做 这个时候我们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 电话旁边有 雇员座培训局行政总监吴国强 早晨主持 早晨各位听众 你好吴国强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今次事件报告都提到雇员座培训局的角色和定位的转变 怎样为止由基层劳工的就业维本培训 提升到整体劳动人口的技能维本 具体有什么分别呢 可不可以和大家说一下 其实再培训局在92年成立的时候 那时候的角色就是希望帮一些比较基层 和年纪比较大的劳工专役 经过了32年 去年在2023年的施政报告 行政长官就邀请再培训局就着我们的服务范围 培训策略和营运模式展开全方位的检讨 刚刚在过去的2024年施政报告 很高兴行政长官已经致立了我们的检讨报告 就要求我们改革再培训局 加强本地努力培训的政策措施 我们的改革主要有四大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刚才主持也有说了 就是我们重新扩下定位 扩大服务的对象 我们会从明年开始放宽这个学历的上限 就以全民培训为目标 不过我们也不忘初心的 我们在扩阔到我们的服务 去较高学历的群众之余 我们仍然会继续为基层的劳工 提供一个最高的课程 维持人类资源的竞争力 去鼓励和支援不同阶层 不同学历的人士 去持续进修提升技能 第二个改革方向就是加强调研的职能 掌握未来的技能 因为我们去服务较高学历的市民的时候 我们希望提供多一些 在未来市民需要的技能 这个就需要增强我们的调研的精能了 第三个改革方向就是推进技能为本 构建进修的阶梯 我们希望在课程规划里面 加上这么多新的技能提升 英文叫upskilling 以及一些新的技术培训 英文叫reskilling 希望推动多元的学习模式 包括网上学习 以及帮这些不同的技能 去制定进修架构和途径 希望在职和代表人士 都可以藉着培训可以更上层楼 第四个改革方向 就是优化我们的营运模式 整合培训的资源 我们会吸纳更加多的适合的培训机构 包括一些本地的大专院校 大型企业 科技公司 龙头公司等等 也都整合我们的配套设施 希望在这个交通方面的地点 设立一个综合培训服务中心 作为全港技能增值 持续进修和中心学习的一个平台支柱 刚才说好几点 先说最后 你说有一个综合培训中心 那个现在想着是在哪里 或者那个定位是怎样的 我其实想着 现在我们载培训局的设施 分布在港九星界 比如在香港 我们有小西湾的总部会议的地方 以及去接触不同的行业 持续者的地方 在九龙 我们在长沙环 有技能培训中心 那里也都是作为我们一些主力 要考上完课之后 中央考试的地方 在新界 我们有提出为有个服务中心 作为我们扮设计班 工作坊 让市民去咨询 有什么培训的地方 我们希望将来 可以将三个地方集合 放在一个近地铁站 给不同的持份者 包括雇主 人力资源管理 导师 和学员等等 都可以去那里 去吸纳不同的知识和交流 希望方便到 也鼓励到 不同阶层 去持续进修 这也是我们来进的计划 所以三合一 最后会在哪个位 还有三合一真的好事吗 又真的方便到 市民或学员吗 不会三个地方 可能更加方便人吗 其实是两个层面 再培训局的培训 不是由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透过 由我们现在 超过80间的培训机构 在香港 有大约370间的培训中心 分布在港九、新界18区 这个做培训去方便 在不同地点工作 或者住的市民去上堂 但我们希望 现在这个综合的培训中心 就是作为一个输楼 就是作为给不同行业 不同界别的持份者 可以交流 两者希望互相去帮助的话 可以更加有利 将来我们去推动 持续进修和终身学站 不过地方未知是哪里 我们现在都在找 希望都是要靠近一些站 让市民都容易去 这次刚才你一开始已经说了一个措施 就是不再有一个对象的学力限制 就是全民 基本上一些劳动人口 都是包括在内的 那个服务对象 有没有担心什么呢 就是对一些培训课程的需求会大增 虽然我见到 你们就说会增加最少 万五个年度总学额 但对比整个劳动人口 可能在说几百万来说 是不是真的足够呢 有没有评估过那个需求问题呢 与时可以放心 我们万五个学压 其实是经过我们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推动过三年的特别可增值计划 那时候也是放宽了一个学历限制 我们发觉大约有一成的学员 是一些比较较高学历的人士 所以在今年来说 我们作为尝试 我们就会将我们本来十五万个学历 就加成 加多一万五个 那我们都还有些备用学历 那我们会看着 那个报读的情况 和开班的情况 去零去调配 就是觉得一万五个年到 学历增加这里 就应该够了 还有你说备用那里 其实可以去到多少 再多 我们去年的备用学历 都有三万个 所以这些我们会灵活 和中间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都会再特别考虑 三万个 即是本身可以加年度 总学历 一万五个 最多可以再加三万个 即四万 这个是规划 但是我们不会一年 才检测一次 我们连终都会检测 总之这个 这个就算是全民培分为目标 都觉得可以应付到 这个需要 简单说 我们觉得按步就班 是可以的 嗯嗯嗯 你是不是说有一些 短期措施 就是说会增加 一些适合比较高 学历人士的课程 初步有没有想到 其实是什么方向 哪些课程 可以适合比较高 学历人士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 未来也希望 开多一些 资力架构第三级 第四级的课程 最主要分两大部分 一部分 就配合现在这个工业 4.0的一个改革 推一些数码 新技能的课程 比如说 一些人工智能的应用 区块链的技术 云端计算的应用 数据分析 机械人流程自动化等等 亦都希望推动一些行业 去应用科技 包括零售、餐饮 或者环境、卫生等等 都越来越多科技的应用 我们希望推动多些 不同行业的应用 就是一些比较新 轻需要的技能 好像ESG 环境、社会管治 相关的培训等等 或者甚至一些 好像护理 需要一些落力科技 都是我们希望推出更多 我看你刚才提到 课程中加入更多技能提升 upskilling 以及新知识及技术培训 就是reskilling的一些元素 亦都提到 有资料会善用 网上的模式 研究提供微证书课程 以往是否没有这样做 可不可以说一下 何谓微证书 以及刚才说的技能维本 取向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其实呢 随着我们希望 鼓励市民持续 进修终身学习 我们希望 我们推动一些 比较短期的课程 因为我们要适应 在职人士 未必可以长期上课 我们希望鼓励他们 一有时间 或者一有兴趣 就读一些我们的短期课程 但是因为我们鼓励他 读了不会跟着 几年学习就忘记了 我们希望 就让他存到这些 不同的短课程 都有 在我们的记录上 希望他可以存下存下 透过累积这些课程的话 就换花一张大证书 希望就是帮到一些 我们很繁忙的市民 可以透过微证书的话 继续累积一些学分 还有如果他再有智常进一些 可以涵着一些 应科大学 一些比较高级的课程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 未来帮忙做的 即所谓微证书 就是一个 不会很短时间 可能是给他们 探墙去读一些 不同单元的课程 然后就存一些分 其实我们现在都有的 我们的灵犬警户 比如说将一个 可能三四八个小时的 长期过程 拆了五个六个 他有些时间的时候 就先上一个 那他存好五个 就变成一个 完整的大证书 但是将来 他更加可能 做多一些不同的 策势 一些我们叫做 bisize 即是很短的课程 帮助一些 在这麽急速步伐的市民 去学了 到第二天他有点兴趣 就继续累积 就不用浪费了 之前读了一只分解 没有限了他们多久 读了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规划 因为都要配合 比如资历架构 配合 将来那些可能 应科大学的要求 看看时限 这次刚才也提到 虽然有一些备用的学额 但是初步也说 增加最少万五个年度的总学额 亦都说有一些 比较适合高学历的人士的课程 其实有没有分 增加的学额里面 多少是比一些高学历人士 多少是比一些基层工友 因为我看到有些意见 都说会不会担心 就是今次这个的转变 会影响到本身一些可能 想转行转型 或者想进修的基层工友 有一些原本你们的目标的人士 会不会是这样 就是可能拨了一些资源 去一些高学历的进修或提升 原本一些基层工友 那些资源就少了 会不会这样 主持可以放心 刚才我都说过 我们虽然是抗阔一个服务的对象 但是我们是不忘初心的 因为我们始终都要 顾及一些比较基层 想转业或者想找工作 甚至我们都希望 发掘多些潜着的劳动力 包括家庭主妇 初退休人士 新来港 小造族类等等 其实都可能是来自基层 所以变成了 我们维持去供应大量的 支离架构第一级 第二级 基础证书的课程 希望帮助他们成功转业 并且勤态激强 有没有留意过往 譬如在培训局 有一些课程 被人都说 跟持续修行基金的课程 有些定位上重叠 也有些说 好像不是太就业导向 市场导向 多些 好像会出很多 咖啡班 插花班 是否真的可以有效 在就业上有些帮助 也有些质疑 有没有听到这些声音 或者不同意这些说法 多谢主持给这个机会 我去澄清 因为我们都听过 其实 雇员做培训局的做培训过程 一定是就业道向 我们其实和持续修行基金 有些不同 我们不会开兴趣班 比如书法班 或者一些道长班等等 至于有市民 可能会 咖啡拉花 插花 其实 因为现在随着 越来越多一些 非正规就业 网上创业 或者一些可能 是间接式 就是有一些活动 就可以埋堆去工作等等 是越来越多的市民 学习了这些花艺 一些咖啡等等 是有些可以创业 有些可以 比如一些在婚礼 在一些 节慶活动里面 可以做一些插花等等 或者一些 气球的魔术等等 还有比如3D蛋糕 放在上网之后 都可以很多人订阅计 订购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 非正式就业的一种 这些事故 其实我们都觉得 是一个成功创业的很多例子 所以我们仍然记住 再培训的课程 是要以这个奏 最后也会认为 以全民为培训的目标 会不会影响到 你们再培训局整个财政的情况 暂时来说 我们的财政是稳健的 好像局长昨天在立法会说 我们现在都有超过130亿的基金 我们也每年都有 出入劳工的再培训征款 做一个稳定的收入 所以我们都会继续 量入为出 去提供培训服务 好的 谢谢你五角强 多谢你和你谈到这里 吴国强就是雇员再培训行政总监 说到有关于改革再培训局 提升定位和角色 也请你另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 他都有关注 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振兴 早晨 你好 昨天在人力事务委员会 谈到有关于包括再培训局的 全方委的检讨 你自己有没有提出什么关注 我们主要关注放宽了学历 让大学生都可以报道 其实我们不是反对的 因应时势的发展是需要的 因为三十多年前 创立灾备份的时候 主要是帮一些基层工友去失业 去学一些新技能去转业 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比较基层 没有办法负担起一个费用去进修 转业 用一些公币去支持他们 大家都觉得比较合理 但是大学生以前过往 就觉得比较有就业能力 就算他自己去进修 其实应该都自己有资源 以前觉得不太应该用这些公币去帮他们 但是自以细逆现在又多了大学生 他们去到中年可能都需要学一些新技能 我觉得都应该的 但是我们就比较关注那个 长远的对灾备份局的资源 或者财政的影响 因为未来几年就没问题的 因为现在都有130亿 但是其实看回 特别爱生殖疫情的时候 其实政府都注资了25亿来 不过很快就用完了 而且虽然说有130亿 但是他其实每年都有赤字 可能去到8至9亿 因为他的收入主要就是投资 一些外勞的征款 都只有几亿 但是开支每年就要十多亿 因为又要开班 又要给一些学员的津贴 或者固员资复份局自己的营运 其实每年都有赤字 你说几年就没问题的 但是十多年之后 那个财政是否能够持续呢 这个我们也有点关注 希望不会影响了基层工友 如果他要学一些新技能 专业 就希望那个学额不会有影响 刚才也说到几个情况 钱是一个问题 130亿究竟用到多久 怎样可以长远些持续下去 我们稍后再谈 另外刚才提到另一点就是 基层工友 即原本固员资复份局 可能那些目标的人士 在日后这个改革之后 会不会有机会受到影响等等 林振兴我们稍后 八点半钟之后再谈 林振兴就是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 18723这些有关于改革雇员资复份局 八点三十九分继续回来 千庆年代的时间 刚才提到关于雇员资复份局 如何改革提升它的角色和定位 以及提到一些措施 包括以全民培份为目标 行额方面都会增加最少 一万五千个年度的总行额 刚才一直跟林振兴谈 林振兴就是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 早安 早安 你好 刚才说其中一点就是 你担心长远财政的问题 虽然说有130亿 但是你自己觉得 现在这个用法可以用多久 或者如何长远的持续性 这些钱可以一直用下去 有什么建议呢 是的 因为有130亿 但是如果每年亏损到八至九亿 那可能会不会十几二十年之后 就没钱了呢 因为其实十几年前 雇主如果请外籍家庭佣工 那是要给那个雇员再培份局的征费 但是十年多些之前就取消了 那你说现在要再收回 我估计都有难度有困难的 因为有些请外勇的雇主可能都有经济压力 那我想这件事又未必那么容易 那只不过说现在可能 这两三年会多了外勞来香港 因为放宽了补充务工计划 很多输入外勞的计划 那在那个外勞征款上面 都会多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始终担心 如果你那个学额 或者将来开放给大学生 那那个开支就会再大一点 但是实际的影响可能 就是要看到开了这些新课程之后 是不是很踊跃 很多大学的学历的人士都会报读 不过我自己觉得如果社会都是有共识 觉得去支持这件事的话 那就算将来可能用完这一百三十亿 那政府是不是要考虑再注资下去做呢 ok 因为说这一百三十亿 就是现在固原作陪分局的建议 去进修呢 或者一些失业人士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等等 这个想法是怎样呢 因为刚才和固原作陪分局的行政总监 他就说不会的 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我们都觉得短期内就未必会的 因为始终有资源 但是我只是担心十几年之后 如果是真的一百三十亿 差不多用到七七八八了 而你的学额又多了很多 是给一些大学学历的朋友 那会不会到时基层那里是有影响 而且我们其实都是希望他再 可以多些资源给一些基层 特别是上年的施政报告 其实都提过说固原作陪分局 可以搞多些企业包班 但我不知道现在的成效是怎样 我们都希望他可以多些资源去做 就是说一些陪分机构 可以和企业合作 那些企业经常都说聘不了人 那他可以提供一些弹性工作的时间 或者是兼职的工作 那这些陪分机构就可以聘一些妇女 那培训完之后 又可以直接入那间公司去做的 那又解决了他聘请人的问题 以及其实都是花些资源 帮企业去培训 那企业就不用去培训人 那希望这些要做多些 说回来 现在就算固原作陪分局 专是给一些基层的工友去读那些课程 其实本身的供应够不够呢 就算现在他就说会转型 就是叫全民培训 都有加了那个年度总学额 那是否真的会影响一些工友 这个是否都要视乎那个额外加的年度总学额 是究竟分多少是给一些高学历的人士 或者多少是给一些原本的基层工友 是否应该是这样的 是啊 我想现时对基层工友的支援 其实都是足够的 就是只要他们是失业 他们想去做什么行业 家务助理 按摩推拿 保安 或者酒店行业 其实他们都可以选择一些相关的课程 现阶段是没问题的 但是就要视乎将来推出了一些更加多的课程之后 就是如果真的有些项额是很受一些大学的 学历的人士欢迎的时候 多了人读的时候 到时就会不会相应的 给基层工友的那些项额就有所减少呢 那这个可能要看长远一些 但是当然我们希望 都保留一定的项额是给一些基层工友 这个就很视乎日后额外增加这些课程的时候 会不会多了一些高学历为对象的课程 又减了一些基层工友 这个就长远一些看会不会这样 另外之前看到譬如2020年 審计报告都提过过 雇员再培训局一些就业挂勾课程里面 或者超过两成人的排队时间 是比服务承诺时间长的 如果这样看 如果日后不再设一个学历限制 会不会再出现大量人士报道 这个所谓的排队时间更加长呢 无论在高学历的课程 或者在一些基层工友的课程 你自己预计会不会这样 我想这个可能是实际 比较前线的操作的问题 因为现在 其实再培训局下面 都有一百几十个培训机构 和再培训局合作 去真的前线去营运这些课程 有时排队内可能有很多原因 因为那个机构可能定了一个日期开班 但又不收得够学生 变成又开不了班 他可能要压后一两个月 再看看情况 加上有些人等得久 可能我又不报读 又去读其他课程 好像很长时间都收不够学生 可能这里透过一些行政的程序 或者是否可以将几间培训机构的学生 看看怎样调动、整合 希望有些 即是无论他是大学学历也好 或者是基层工友也好 他想报课程 就尽量是 特别是有些失业的朋友 他真的等着这份工作 或者希望有些津贴 尽快学完技能去入职 那希望这些课程 不可以排队排得那么久 可能是否有个服务的指标 要承诺或者一个月或者两个月 就一定会开班 ok 我见你昨天在会里 也有提过建议灾培训局 提升整体劳动参与率 设立目标 这个想法是怎样的 因为那些人做不做事 也未必跟灾源灾培训局 进入一个直接关系 怎样可以掛勾呢 是 我想这个也是的 我想那些妇女出不出来工作 可能有很多因素 包括托儿服务足不足够 或者市场上工作 是否能够提供到弹性工作 或者工事没有那么长 他们可以又工作 又照顾家里的小朋友 很多因素 但是我觉得灾培训局 在这里都可以再做一些 积极一点的角色 去和一些企业去多些联系 搞一些我刚才所说的 设身订造 企业包班的课程 鼓励他们提供一些 就是兼职的职位 工时没有那么长的职位 那些培训机构 可以在地区那里 招募一些妇女去设训 完之后 又可以直接入职那间机构 那就希望将那个妇女的 劳动监与多些人出来工作 我想对雇主 对整个社会也是好 好的 谢谢林振兴 多谢你和你聊天 林振兴就是立法会 人力事务委员会主席 在人力事务委员会 除了讲到有关于 雇员座培训局的改革之外 也提到有关于人才方面 比如在司令报告也提到 比如在取人才方面 高财通计划方面 就说在今年11月 会开始扩大 高财通计划的合资教育大学名单 增加13间海内外顶尖大学 去到涵拐198间院校等等 见到局长也有回应 各项的人才计划 在过去两年 一共有38万人才去申请 批出24万 当中16万人才 带他们的家人 已经来到香港 也说今年才报告 有一个KPI 即刻指标 由2025至2027年期间 希望每年至少有5万名 来港人才成功续签 还有不同的议员 也有关注到 有关于人才方面的事宜 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 立法会议员 做申请 批出了24万等等 你怎样评价香港的人才计划 包括高材通等等 或者看到人才有没有 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地区 现在总结来说 24万已经活批的申请者 如果以来源地来看 内地应该是六成多 海外差不多是三成多 接近四成 当然如果是华人 我说中国人 申请无论是中国内地同胞 还是海外华侨的二代 或者是早年他出去了海外读书 有了他的留地当地的居住 这类型的战九成以上 现在来源大概就是这样的分布 整个不同的人才计划 那个成效是怎样的 我觉得现在总体来看 2022年尾开始的 李家超本届政府 这个抢人才的计划 应该说从数量方面是成功的 因为短短一年九个月 十个月未够 那么短的时间 可以说有三十八万宗的申请 代表着以往我们以柬选制 是吸引人才 变成了以门难制吸引人才 现在是成功的 讲讲那些未来的目标 例如之前在2022年施政报告 就说输入人才制定了三年的 即靠指标 23至25年期间 就是每年输入至少三万五千名 预计会留港至少十二个月的人才 那未来的三年目标 就是说希望每年留港人才去到五万 不过你昨天会上也觉得这个目标 就比较低 是吗 是的 因为2022年制定的目标 大家回忆一下 就是说当时的疫情还未完全结束 还有就是说香港是 应该说那时的人口普查 差一点就跌破了七百万人 好像最低一次是七百零一 还是零二万人口 那时的情况下 大家对于2023年抢人才的信心 都是比较悲观 那时制定了一个KPI 叫做三点五万人才 现在大家看到 因为通关了 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现在申请者很湧湧 有三十八万宗申请 已经是批出了二十四万宗 到了今年年底 我很肯定 申请者会远远超过四十万 审批的中数都会超过二十五万 在这个基础上 政府制定未来的目标 只是觉得要留下五万人才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低的 这个低是不同于以往 2022年大家的疫情当中的 那种场景的 现在应该是一股造气 就是将抢人才尽量留在香港 大比例留在香港 这样才是可以帮到香港经济 是融资却轻的 这方面我也要温馨提示政府 很多时候抢人才 如果是大量人才 申请了身份证 但是相应来说 留港的数量指标有不足的时候 无论是那个人才努力程度不足也好 或者政府努力程度不足也好 最后如果离开了 就是临时身份证放弃了 离开了以后 很多可能性就变成一个负面的宣传 就是香港留不到我们 香港就没有机会 这样还是糟糕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都要关注 就是要协同双经稿 特别是Invest Hong Kong Oasis 尹俊八 还有很多工资型的机构 要想尽办法留地 还有就是要推动他们的创业 在香港开办公司留地香港 透过那个努力大比例 留地香港 大家正面宣传 跟姨妈高姐 跟亲戚朋友 校友 或者相关其他人才说 来香港 香港机遇处处 这样才是正面的 有一个宣传的效果 是的 没错 但是你觉得 就算是目标定得低 你觉得应该定多高才够 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算目标定得低 如果效果留人才 留得好便足够 现在你觉得政府 在这些人才计划之下 留人才的措施效果是如何呢 我相信 暂时留人才的效果 仍未体现出来 因为仍未到逐签的第一阶段 所以我都在立法会 成立了一个 推进真理港人才用的 香港的潮州委员会 我都担任主席 都希望你关注 就是说 你最后转发成为地址证明 和税单 或者身份税单 来得税单的 那个数量 当然 现在政府暂时 没有答应 会提供这个数量 就代表着 我觉得 政府都在观察中 当然 最后结果会好 大家可能就会公布 我希望 就要务实一点去看 现在人才办公室 只是都没足一年 所以他发挥 很积极 努力做一些工作 但是成效 都要观察 事后 留下人才的成效 所以我希望 要打通 不单止 今次讲的教育 科技人才生的部门 都要打通商经 都要打通 比如 财经事务库务局 等等 推动商业企业的 如果我们看 如果喝度得好 最后 未来一年 会成立的公司数量 远远超过一万间 对比起我们现在 隐障企业 当然隐障企业的 尺寸是大一点的 因为它可能都成功了 但是新创办企业 都是重要的 因为它解决 就业方面都很棒 所以如果有这一万 几间企业 可以留得住 都可以 人才留在香港 或者解决本港的清明 向上流动的问题 这个才是一个正解 所以现在 除了教育科技 人力 那些小组之外 都要努力透过商经 我特别是商业 再加上TTC 财经事务库务局 将企业扶持得多些 还有带钱来香港 这样才是一个正向循环 其实你觉得目标 每年是多少人 成功逐签 应该要订得多 这个很难估计 如果我大胆一点说 如果是现在16万已经来了 你说这个已经是香港生活 那你最少的人才一半留地 可以不可以呢 那些都有8万 加上那些是动态的 你每时都有 新的人才人 应该是总数算增加 你的目标定到5万 即是台地 昨天宣局长说 已经对比3万5 那个目标 升了40% 但对比3万5千 那个数量 你平均分 现在人才申请的数量 是远远不止几倍的 38万人才申请的 那些欲和高财优财 留港的意欲 我看不出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如果他肯下来香港工作 如果机会都是非常之好 他为什么不留地呢 所以我相信 那些人的数字 仍有调高的空间 有机会是 政府觉得 我设定一个 比较低的目标 很快就说 我完成了 这个心态是不好的 因为我都说 人才如果大比例留港 他都会唱好香港 跟校友关系 跟其他人才的群体说 是香港的预处 如果说他唱出香港 如果回回头 他不会说自己能力差 留不到 大比例的人 如果留不到 他会说 香港那里没有什么机会 找工作又找不到 做事又不开心 等等 这种便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努力 在搞招评会 努力做功夫 希望多些留的人才 好 谢谢上海龙 多谢你和你谈到这里 上海龙是立法会议员 都是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 创会会长 说到在对外宣传 留人才 另外在吸引一些 的留学生方面 施展报告都有涉叠到 就是推这个留学香港品牌 立法会推动香港成为 国际教育书楼小组委员会 昨天也有开会 有议员关注如何具体推广 或者在其他配套上 包括缩委等等 是否可以支撑到 国际教育书楼在香港 或者留学香港品牌的定位 18723D 欢迎大家打来 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 立法会推动香港成为 国际教育书楼小组委员会 主席邓飞 早上 早上 昨天会上谈过什么 或者议员最关注哪些 其实都是几件事 第一是如何做一个宣传 推广 留学香港的品牌 第二就是一些 好像你所说的配套 包括一些 最主要都是宿舍 集中说这两方面 也有个别的议员提到 可不可以推广 蔓延到中小学 但是这件事 大家可能有些保留 因为现在不能够千帆并举 大学都没搞定的时候 如果一直推广到中小学 这个可能影响会大些 但是怎么去推广 如果留学香港的品牌 香港其实都不算有很丰富的经验 因为坦白说 一直都是其他国家来 香港做教育展 香港就很少去其他国家地区 做教育展 大学自发做会有 但是就没有一个规模效应 你只是个别大学 如何令到一个集体的效应 不同的大学 组合一起去做路演也好 还是做一些宣传推广 到底是靠香港驻外地的ETO来做呢 还是成立一些专门的团队去做呢 这些就是议员都给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我们稍后可以详细地说一下 因为说到究竟留学香港这个品牌 有这个定位 有这个目标 具体的路向要怎么做呢 现在都有些奖学金等等 是否又足够呢 或者日后要再怎么做呢 我们稍后继续和邓飞聊 邓飞就是立法会推动香港 成为国际教育书楼小组委员会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